年龄增加 身体机能却不断在退化 食指症已经成为许多长者和家庭的健康危机 其中又以阿兹海默症占七成最多 华联慈激医学中心从2017年开始 透过特殊试剂和症子噪影 确定脑中类淀粉蛋白的成绩是发病的主要原因 它会阻挡到它整个回路的畅通性 所以有很多是因为比如说事情记不起来 或者是久远的事情也开始遗忘了 开始有一些幻听幻想都是回路上面出现的一些问题 找出病因还要找到方法 乙烯胆碱是影响记忆力的重要神经传导物质 医学上对于阿兹海默症的治疗 目前普遍使用药物产生大脑所需要的乙烯胆碱 华联慈激医学中心则是把治疗巴金森症的脑部深层刺激素 运用在阿兹海默症的治疗有效减缓病程的发展 我们前额叶底的一个河区 那这个河区那经由这个临床前的试验呢 是发现刺激这个地方的河区会造成我们皮质 一步一步揭开阿兹海默症的神秘面纱 医疗团队努力让失智症不再夺走脑中的珍贵记忆 大约新闻 红旗红和佳话联报道